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在2020年所发布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中 陆配规划权益表达修法的立场 原来你们也知道陆配规划的歧视问题需要改善 但年进党现在除了仇中更拉健保跟医护来护驾 说有大量陆配家属会拖垮健保及医护资源 但是看看规定 明明陆配取得拘留证明文件六个月后 就可以加入健保跟区的身份证 根本是两件事 绿营又说怕医亲人数很多造成财政负担 哦是哦真的假的 但是医亲条件写明了 目前一年只开放六十位七十岁以上亲属 医亲申请到了 现在还要排队等上15到20年 而且原本就很糟糕的医护环境 跟财政状况混述的健保完全执政 八年你又做了哪些有感的改善 跟本神罗继承要推修正草案促进陆配权益选举时 说为了人权要开放陆生纳宝如今选后都顾眼了 不要打路不要打路 你们没有看到他要海鞭我了吗 你好小朋友今天天气真好啊 干什么你想海鞭人是不是 有种就来啊臭老头 打完2024选举台北科先生和八位民众党 立委为了不复选民所托认真上功就这样 每个礼拜二五早上七点半到立院党团参加党团会议 和大家一同开会讨论 想不到这种勤劳的党主席居然被人扣帽子说 是在寄生国会之前骑脚踏车被骂 坐就现在硬邀开会被骂寄生 实在好无奈 限制2026的立委姚姚没有要放过 反正越骂你越多人访问我在网上继续批评 柯先生公然占用立院资源吃豆腐 摇摇甚至找就冰找到 吴思瑶说希望你把柯文哲赶出国会 还要说姚姚你看看你UCCUR 立委养狗不稀奇 但若是一年到头养在国会办公室 那可就绝了网友爆出 吴思瑶把立院办公室当成狗窝 更安排助理轮值日升照顾小宫 简直把国会殿堂直接变无妈妈狗圆 而且要说寄生民进党才是专家中的专家国 葱老师痛批心潮流就是整个国家最大寄生 同安有无妈妈带狗寄养国会 有大型吸血团队寄宿国 说科技生活会你敢说我还不敢听呢 选对的人走对的路承诺是安保障 结果你各位吃到绿鸡蛋致癌辣椒粉 承诺打击诈骗结果你个 那就知道你之前我们提出意见 承诺不涨名声用电 那么恭喜全民洗银店价调涨 选前姓氏淡淡 喊不缺电的民进党终于在执政后 直接不演预告店价将要全面调涨 海电营收连年亏损 尽管去年有税收超增500亿元补助后 年亏损仍达1985亿元 再加上俄乌战争影响及执政党错误能源政策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动涨的民生用电 这次也难逃涨价我涨 王美花青上火线大喊再度涨价台电 就有营运危机 不过你们赖导在选前 各种承诺执政后 各种翻脸不认账 果然要先把票骗到手 骗 而民众党立委张奇凯更在国会 控逼政府高层 错误的政策比台湾更可怕 县城便宜的核电打死 不用再生能源 还在学着走就想着 非靠的是政府 每年大补贴稿的像是全民 封测绿电小公主养成游戏 inline贤会 可是政府已经帮你下载 赶快除值台湾价值吧